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炮啊 今天的话继续给兄弟们来解说一下剑灰单交赛的一个比赛 关键帆的话 这个斯托尼应该是我粉丝啊 我经常看见四一在我评论区留言啊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帆的一个打法 开局的话给宝宝加了一把分关 对面的话是变了一个低模型的一个卡片 因为那台单交赛的话可以看得到对手啊 随时对面变成一个低模型的卡片 怕关键帆的话连环击 对面的话出了一个天下第一顺 一刀顺一刀顺击一万七 关键帆的话打出一百一六三 点的是那个气血低保留线型的筋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理论上面来讲啊 斯托尼这个门牌的话运气好的话 可以无限线型 气血低于30%的时候有70%的几率 能够保留这个变身的一个回合数 技能啊 对面的话要电 五二三还也很高啊 比赛的话第八回合 里面出了一个隐身的一个宝宝 关键翻这个宝的话有尼能激发 物理系可能会怕这些 这种尼能激发呀 我觉得法系的话 应该也就一把电的事情了 关键翻的话一把飞机 对面的话电 点的点的人物点对面很聪明啊 点着人物电之后对面就有有出那个筋脉了 电到人之后的话有一个秒秒四的一个 一个筋脉 对面的话这这可以秒四啊 兄弟们 我没有见过摩帆寸秒四之后 他的对手啊能够翻盘的 但是这一把比赛打了36回合 对面11回合开始秒四 这一把比赛还打了36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剧本啊 先不说谁输谁赢啊 来看来看一下这个号的这个这个剧本啊 关键翻的话 现行之后换了一个瞬机的一批 瞬机的影弓 对面的话换换地厅 隐了 龙哥这个 摩帆寸的话是真的是舒服啊 兄弟们 真的是有点舒服啊 你这的话13回合 龙哥这个摩帆寸的话真的是舒服 那地厅多啊兄弟们 那前到位啊动不动就就换地厅啊 对面的话小孩的话没有提前打鬼眼 有点亏啊 对吧 秒四没有提前打三鬼眼有点亏 宝宝的话还有一回合 前面这个宝宝的话是法凡的 加 呃 加打死丸的一个宝宝 小孩出来之后的话应该是要先打鬼眼啊 死丸召唤一中了比赛就结束了呀 关键翻的话给宝给宝打敌 看一下关键翻宝宝是亲的对面哪个单位啊 应该是要亲小孩会玩的话就要亲小孩 不亲小孩永远没有机会 OK没有选择亲小孩 呃 关键翻是觉得对面的大死丸威胁更大一些 那也没有问题啊 毕竟中了大死丸的话对面秒四的话 啪啪秒就没有了 关键翻的话还有一把笛 对面的话清掉关键翻的高高几年级的宝宝 关键翻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把对面这个小孩清掉 如果我是关键翻我会怎么操作啊 我会丢鬼气 鬼气清魂灵 或者是那一种 瞬机利劈 可以看到法术反应非常高啊 顺法的话顺不太动 以下的话18回合 清完小孩 把对面点倒在地 打对面的一个九转就可以了 对面反应的话 线形 这个线形的套路也是非常的恶心啊 小姐们 对面的话出了个立屁 比赛的话20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的究极剧本啊 给宝宝加迭 看一下宝宝清的是哪个单位啊 对面是定神仙行 我觉得这一回合用定神仙行用的有点错 他得下一回合用 因为下一回合关键翻还得下你 看这个立屁 哇这电啊 兄弟们这电是真的猛啊 兄弟们 秒四的电是真的猛啊 对面定神仙行 关键翻选择给把我加分关 关键翻也不像对面 OK一把年环机 年环机对面是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呢 对面小孩在 看一下变 变身最后一回合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关键翻操作也有错 关键翻其实最后一回合 应该选择现行 而不是 而不是年环机 因为现行过后的话 如果说70%的几率保留变身之后 他会再额外给你增加两回合的一个变身 就关键翻现在的套路 应该是现行对面的人物 现行过后 起塔或者是丢毁器 清对面的小孩 小孩一清掉之后 因为现行保留变身 再找机会来年环机对面的一个人物单位 其实关键翻 打的也是有披露啊 实话实说啊 打的确实是有披露啊 就刚刚那一把 连环机的话 倒不倒都没有用 因为对面小孩在 而且连环机之后的话 对 他现行对面是没有问题的 现行之后的话保留变身 对吧 保留变身 再找机会亲对面的小孩 诡计啊 平坎啊 都可以 所以说的话 对对面很懂啊 一直给小孩顶要 关键翻的话也换机厅 法机厅的话没有用 攻击厅的话有一点用 对吧 人物的话现行对面的一个人物 对面的话可以直接定身 定身先行解掉 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操作 关键翻的话现行 直接 看一下有没有点拉 对吧 点拉之后定身先行有没有 啊 法宝宝法地厅 法地厅的话就没有用了 嗯 比赛的话27回合 关键翻的话给宝宝加底 底的话要批小孩 28回合 OK 先行 先行的话这一回合 运气不是特别好 破了变身 但是对面的宝宝逃跑了 还有局吗 还有局 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翻的话要 还有一个宝宝 看一下关键翻的话要怎么办啊 现在 先把对面的人物单位点倒再说 先点对面的一个人物单位 点倒再说 对面的话再说163 对面的话定身先行起 拉起来平砍对面也可以 先行过后的话是可以平砍啊 选择招宝宝 招这种配速是没有什么用啊 我觉得刚刚拉起来平砍对面 可以多打一个球损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啊 白热化比赛 341回合 关键翻他配速拉自己 关键翻这一把的话是有失误 他配速拉自己人物直接点对面的一个人物善行啊 但是对面没有拉 你把对面选择是拿慢宝宝拉 人物可以给对面 对面的话 拿起来一把电 关键翻这一把PK的话是有机会赢的呀 打的其实不好实话实说 关键翻打的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龙哥那边的话打的也 没有特别好实话实说 对吧 龙哥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点轻视的技能 好吧 没有点轻视技能是龙哥最大的弱点 好吧 比赛的话 345回合 关键翻他轻骄归宿 对面的话直接电 咱们赛季再见了